其實要躲狗仔 當然狗仔是最近 香港帶進來的文化 所以叫狗仔 但是記者以前要追 名人藝人的 緋聞八卦是你們的天職嗎 這個可以追溯到上一個世代 我們的 我小時候的偶像 二情二靈的時代了 對 其實林青霞跟秦翰 秦翔玲的三角糾葛 大家都知道 但是林青霞跟王宇這一段 王宇現在都大啦啦的講出來 以前我追過林青霞 你看我這邊就有一張 銀色世界當時拍的一張 兩個人的合照 兩位簡直在比家裡面的收藏 他比較自在一點 對不對 你看王宇那多帥 天啊 去年我訪王宇他都中風了 其實這一段大家後來有形容 就是他們有形容說 這一段像是夏日的 夏日午後的一場咒語 來得及去得快 所以真的有來 有 那也像雨後的一道彩虹 短暫而美麗的 怎麼講呢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王宇最早在哨師拍戲 後來回台灣 林青霞要去香港拍戲 當林青霞去香港的時候 王宇就追到香港 因為王宇就去保護他 順便去帶他 因為香港對林青霞是陌生的 所以那一段的時間 很短那段戀愛時間過程中 怎麼樣呢 王宇是陪伴的林青霞 在香港談片約 見片商這樣子 然後吃飯就一起吃夾菜 這些都不在話下 當時林青霞興趣年輕 興趣哪些呢 喜歡新潮的衣服 喜歡這個跳disco 他喜歡跳舞 喜歡這個去遊車河 尤其是午夜 這些王宇都能夠做到 王宇陪他跳舞 幫他去找最fashion的衣服 然後晚上就開了他那個 Benz 450銀色敞篷跑車 有人後來形容 看到的形容是 那個俊男美女那個敞篷跑車 一過林青霞那個圍巾 是啪 隨風飄在後面 就是電影畫面的 就是這樣電影畫面的 據說兩個當時密戀 因為要躲避香港的這個 因為他們在香港 那時候媒體 那時候台灣不可能沒有那麼發達 他們為了躲避香港的媒體 他們就到菲律賓去談戀愛 去菲律賓度假 然後兩個去菲律賓度假 就是輕輕我我 在菲律賓的這個大的飯店裡面 在那邊燭光晚餐 然後越下沙灘 越下漫步 還是一樣拍電影 對 可是後來為什麼這一段 剛講雨後的彩虹段 再而美麗 或來得及去得快 因為那個時候王宇大哥 年輕氣盛 經常登上社會版面的 有一些狀況 他不是被人家砍過還是幹嘛 對 而且王宇結過婚 他的前妻是林翠 對 那時候王宇有幾個小孩 王欣平就是小孩 已經有小孩了 林林翠的媽媽 林媽媽是山東人 很保守的 就認為說 第一個 妳叫我們青霞 如果真要談下去 妳是要怎樣 是要我們去做人家的後母嗎 不可能 第二個 那王宇又喜歡喝酒 又喜歡動兩下 那王宇當然當時想要追林林霞 他是極力為自己反駁的 他說我平常不是愛打架 是我不動 人不動 我不動人 你要欺負到我 我才會還手的 另外喝酒 他只承認他只喝啤酒 所以 但這一段 就是因為 後來林霞認為 也聽她媽媽的話認為 王宇太心服氣躁 那時候是年輕小夥子 血氣方剛 所以後來這一段就散了 可是剛剛文婉賣賣哥講到 在香港這一段 香港有一個現在已經是親熟男的 他出生演藝世家 跟他名字連在一起的女人 都是有來頭的 最近還說吃嫩草是不是 對 而且大家知道 他已經離婚兩年單身了 謝霆峰對不對 其實老實講 這樣子的條件 這樣子的男人 怎麼可以讓他 沒有人太可惜了 OK 其實他密戀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先稍微提一下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那時候他不是愛上大姐姐王妃嗎 可是那時候曾經因為頂包案 就是那個圖車禍的事件 好了 大家意外發現不對 車上怎麼不是王妃 而是後來的太太張博之 那時候大家就開始 吵得沸沸揚揚 原來你們偷偷愛著的 根本就另有其人 可能腳踏兩條船 那時候謝霆峰還非常打包票 跟大家講說不要亂說 她是我妹妹 大家說我是儒家人 我把她當妹妹一樣 叫我不要亂說對不對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其實真的是在一起 這是密戀一 已經有前科了 好 最近大家發現說 已經單身兩年的謝霆峰 旁邊有人了 那這個旁邊這個嫩妹 才25歲 大家會講說這個嫩妹哪裡來的 她叫做文永山 她大概14歲就出道了 所以表示她出道已經11年了 她是黎明的愛將 她不但會唱 黎明的愛將 黎明的愛將 她其實最早是在 公司 對 她黎明的愛 對 經紀公司 而且甚至還會唱歌 然後也要上大螢幕 然後她最主要被大家關注的是 在2011年 她在金像獎 那一席很漂亮的打扮 大家覺得驚為天人 非常的有潛力 OK 最近大家為什麼要跟這個文永山 有什麼關係 我跟大家說 中間這個紅娘 兩個人的紅娘是誰 厲害了 謝婷婷 大家會說 謝婷婷有什麼 對 大家會講說 謝婷婷有什麼好厲害的 我跟大家講 謝婷婷真的是在香港圈裡面 標準的難搞小姑 沒腳之多 所以據說當時張博之要進門 除了要搞定拉姑以外 再來就是她這個小姑了 小姑本來就難搞不是嗎 對 然後謝婷婷特別難搞 為什麼要講說 特別強調說紅娘是謝婷婷 那就什麼 萬事真的是最全的 安了 謝婷婷是紅娘 好 那在最近呢 其實被狗仔拍到了一個 就是畫面 大家就覺得有譜了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謝婷婷她一直開一個 製作公司 叫做朝廷 然後做得非常非常好 然後賺了很多錢 那最近呢 她裡面有一個夥伴 叫楊文傑過生日 他們就選了一個 在中環的一個 非常高級的法國餐廳 那據說呢 當天她每次一前一後到 在席間大家發現不得了 怎麼了 謝婷婷我們都知道很酷 然後都不苟言笑 對 可是在席間呢 她不時呢 會把嘴巴貼到 她的這個小嫩膜的耳邊 謝謝思雨 然後呢 再來那個手也沒有閒著 會摟著她 然後謝謝思雨 你看那多有畫面 大家覺得 那感覺就是很 謝婷婷平常不是一個 對女生這樣熱情的人嗎 對 我們就覺得她就是個酷嘛 酷man 然後就 沒想到那天那個動作 非常的輕易 這樣就算了 後來就發現呢 那個小嫩膜就餵她吃東西 這個 這個 就是這樣一來一往 這個不一樣 然後呢你知道嗎 香港媒體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很愛比較嘛 這個餵食 其實呢 亭豐哥哥就是喜歡被餵食 因為過去呢 那個張博之也做過這個動作 真的嗎 對 然後所以後來呢 當然這一攤 這餐飯吃了三個多小時 後來他們也很有默契的 以前以後出去了 那大家會說 那奇怪 這個消息是怎麼出來的 據說 其實謝婷峰呢 她非常堅決 她要密愛 她要偷偷的愛 她很怕她那個張博之抓公 妳知道嗎 兩個兒子 兩個人子在她手上 她翻臉我看不到對不對 她說不行 我要密戀 可是呢 這個小姐這個那麼25歲 我怎麼動的條 聽說她真的覺得很悶很悶 然後呢 有跟朋友抱怨 那這個消息老實講 雖然是秘密 可是也因為隨著女生 我們剛才講的 有時候女生忍不住 所以就傳開來了 所以這樣講的話 謝婷峰當年真的很愛王妃 她堅持要密戀的人 妳看看王妃那一張 姐姐牽著弟弟的手 走出來面對媒體對不對 張博之是被藏在車上發現了 還說那是我妹妹 但是人家王妃是直接把她拉出來 她一定是比較愛王妃 我覺得 可是藝人 這個 原來我們說他們很怕戀情 曝光就是因為會見光死 對 哪一些夫婦 哪一些星座的人 戀情最容易見光死 好 就不只是藝人 觀眾朋友 不管在職場 有時候辦公室戀情 也很容易見光死 對 或是在校園裡面 所以這三個 要特別談戀愛 盡量低調 不然一定是見光死 好